在香港反修例抗爭即將6個月之際 民主派25名立法委員12月4號動議 根據《基本法》第73條第9項 提出彈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要求特首為香港社會 半年來的動盪問責下台 我們現在就連線 在香港實地採訪的 美國之音記者海燕 來了解相關情況 海燕你好 許光你好 民主派提出這個 這個彈劾動議 它這個情況如何呢 給我們介紹一下 對 民主派今年7月 其實已經在立法會提出這個議案 民主派的代表 也就是公民黨的黨魁楊岳橋議員 在立法會說 在幾個月來 林鄭月娥應該被香港的亂局負責 尤其它不正面地回應港人的五大訴求 而且甚至縱容警察濫捕濫暴 導致這個社會進一步的動盪 而且引用這個緊急法 進一步定立進蒙面法 就是侵害香港人的這個自由和人權 所以香港這個政府呢 尤其是林鄭月娥應該被最近的這個亂局負責 引咎辭職 或者是由他們來提出彈劾 另外在立法會辯論的時候 建制派當然都是為林鄭月娥辯護 認為她尤其是像這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認為她所作所為沒有違法行為 也沒有獨職 所以呼籲這個建制派或者議會 否決這個民主黨提出的這個議案 好的 那麼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在港府舉行的這個 國家憲法日這個座談會上 有媒體被禁止採訪 這個情況是怎麼回事呢 對 這是官方今天召開的一個 憲法日的座談會 就是有經常批評政府的蘋果日報 還有立場新聞呢 沒有被邀請去報導 這次官方的活動 就是曾是新聞記者的立法會議員 毛孟靜呢就指責 或者批評特首林鄭月娥 她在週二行政會以前 回應美國這個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時候 說反問 就是林鄭月娥曾反問說 香港這個難道沒有自由嗎 就是說香港人有 這個遊行集會的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種種的自由 所以毛孟靜說呢 就是昨天林鄭月娥 還稱香港人有新聞自由 和言論自由 但是呢在24小時之後 就在這個政府的一個官方活動上 市民完全有知情權的 這麼一個場合呢 禁止兩家媒體進行採訪 這種呢 完全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這個是有為這個新聞言論自由 她認為這種行為是非常可恥的 好的 我們感謝海燕 在香港的連線報導 這個 GRANT 我們要請問 因為